Ricky很快跟Ricky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就是一個床頭的座台燈 不過它最重要就是它是Siluki和一些藝術者的Crossover 那這個藝術者是什麼呢? 就是San Manchurri 其實他們有個名字叫Friends with You的品牌 總之是兩個美國的設計師合組成一個這樣的組合 然後就Crossover了Siluki 其實這個燈其實不止一幅 它好像也有幾個藝術者出過的 不過這個就是幾個款都不同的 之前就出了一些可能是吊著那個波 這個就好像一個躺在月亮下面 但是你說 不要緊,我們就是初初合拍 這個燈我們先說 其實這個燈在哪裡可以賣到 接下來K11的應該就會有 它們有一個特別的展覽 都是圍住Siluki的展覽 就有幾個不同的設計師組合 就跟Crossover有不同的 主要都是燈色 明白 那我想問它這個會不會是很限量的呢? 量就不會多了 但是它就沒有表明是限量 不過其實它用一個 類似是一個叫做 你說是art toy的方式去售賣 一定量就不多了 因為本身這些產品就是一些 其實就是一些燈來的 其實燈如果據我所知 就不需要很巨型的生產量 就可以了 還有我們都說一說 其實這個燈就是用三顆的EA電 就完成了 還有它是有一個觸控的開關 就是入電後 在前面這裡一按就開了 我們先關燈 看看效果如何 現在就是開了燈 如果我們先試一下關燈 對 輕輕點一點 它就會開和關 因為它的地台其實也很漂亮 你要看到它其實是一個很幻彩的閃粉形狀的地台 其實也算是挺高級的 它的表面有一點 有的 有的 有些像幻彩的幻彩車那些顏色 我們在鏡頭上可能看不到 對 可能要你們到現場 看看 看看 是挺漂亮的 後面沒有什麼看的 後面沒有什麼特別 後面沒有什麼特別 那樣子也是 這個設計師 他自己 他眼中的Sloopy 或者他有一個特別 他自己的風格的Sloopy形狀 對 那 那些風格 那些藝術師都是這樣的 對 所以如果再看清楚 就是這個 我現在有一個盒子 Friends with You Sam和Churi 旁邊有一個 就是這兩個 沒錯 這兩個設計師 不像 不像嗎 不像嗎 是他們 不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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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原來今年… 不好意思 是花生漫畫 即是Penus 要說得更好 Global Isis Collective 就是70歲的生日 當中最受歡迎的卡通人物 當然是Sloopy和Charlie Brown 為了紀念這個重大日子 他們做了classic reborn 在K11會一起慶祝和舉行 什麼時候 問得很好 今個禮拜六 5月29日就開始了 直到6月尾 所以不用擔心 今個禮拜未必有空 可以下個禮拜 只要去到K11 即可以找到 這班花生漫畫 卡通人物 還有好似 那裏還有很大量的Sloopy 裝置 打卡位 適合大家 拍拖 逛街適合 原來這班是Ricky 他們集合了7個國際藝術家的組合 發生在我公司 有40幅作品 這個展覽真的適合 即是40個不同的藝術家 還是7個藝術家 除了這些限量的產品之外 還有很多精品可以售賣 如果是Sloopy的粉絲 或者很喜歡這些藝術家的人 可以一起去看看 有不同藝術家的表達 是的 喜歡的Sloopy真的去 在哪裏呢 就是K11的購物藝術館的地下中心 我在網上看到 那Snoopy有沒有H-man 這樣挑字體 不會有的 不會有的 我們忽然間 我們變得好像很資訊 說了很多話 多謝阿迪幫我們 是的 所以你近距離就知道 你告訴我 這個資料當然要照稿 但忽然間找不到 大家記住 5月29日開始 到6月尾這個展覽 大家快點去K11看看 好了 我們去下一個項目 因為要出馬了 好 謝謝 看看 這個 就是 可能 看到了 現在 現在 開發 了 現在 會